台積電預計在嘉義縣 設置先進封裝廠的廠區 可以看見大型機具持續再運作 不過原本預期要一次 新建兩座廠房 卻因為第一廠的用地 挖到考古文物 現在只能暫時停擺 大概差不多整個工期 大概會延後四個月 但是它有兩個廠 所以現在它原本從第一廠開始挖 那現在因為要做搶救性的保存 所以它現在從第二廠 那目前為止第二廠 一切都非常順利 縣長翁長良掛保證 第二廠持續施工中 第一廠則是規劃 將可能有遺跡的土層 全數一致 要讓影響降到最低 以前預估是在10月或者11月份 會搶救發掘完成 那個時候我們文官局 會盡速召開審議會來進行審議 即使建廠期程出現變數 但周邊房市卻已經開始升溫 附近的建案照計畫進行 當地房東就說 其實不受影響 對房價跟一般租金 好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它最主要它不是不要開花 只是因為挖到古蹟 所以會買外玩四個月 台積電積極佈局先進封裝廠 不只在嘉義 周四發出重訊 正式用171.4億元 買下面板大廠群創的南科市場 外界預期同樣是要作為先進封裝廠 但也可能用在先進製程 台積電在南科加碼 外界推估安定善化新式的房價已經到頂 可能會在外溢到安平與安南 臨近的安南區 它房地產的價位明顯的上升很多 那這次在度扣廠 房地產來講已經到達一個某個顛峰了 那它為漲 漲幅不會像以往那麼高 而在高雄南紫兩奈米廠都還沒通產 傳出14i米廠也已經在規劃 台積電在南台灣多點佈局 也帶動南台灣房市熱潮 明星新聞南部綜合報導